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世界的形象又会是怎样 平定内乱 驱逐沙俄 开展洋物 建设海军 这当然是曾国藩 左宗棠等中兴名臣的功绩 可统一中书 选贤任能的慈禧又当如何评价吗 慈禧不是救世主 当他说出那中华之武力 结与国之欢心这句话的时候 他甚至已经不再是中国的领袖 而成了洋人在华利益的总代 妙 慈禧也不是什么爱国主义者 他所关心的一直是满清政府 特别是他个人的权利和利益 当北海舰队的经费变成了一非原理的施法 他已经部落成了一个民贼 可是 这个民贼不是我们的国家自己培养出来的吗 换个人 即便也高作在皇内上 就真能取得更好的结果吗 慈禧不是简单的扣个帽子就能够改扩的 一段不遥远的历史 却需要更多的努力才能够更加清晰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